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日主 日主在五行派而言 他其实没有多大的作用 但是他又不能够受伤 因为他一旦受伤 全盘皆输 这种情况 各位你就拿象棋来做一个比较 日主就是所谓的降帅 降帅的能力 各位你也知道 就是在那个小框框里面 跑来跑去而已 然而真正可以杀敌的 是你那些兵 马 鞠这些他才可以过河杀敌 所以各位 日主就是那个降帅 他没办法杀敌 但是 一旦你的降帅被干掉了 是不是就是输掉了 所以在五行派 那日主他就是扮演的降帅的 这一种的情况 他没办法参与杀敌 但是他又主导着 所有全盘的一个胜负关键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 日主看他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他又不能够受伤 所以一旦受伤了 你就知道你所有的运程 全部都会停掉 好的 你感受不到 坏的 你会感受特别深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